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几乎所有宠物博主都在推荐领养代替购买 可没有一个人告诉大家 到底该去哪里领养代替购买 所以今天给大家科普几个靠谱的 傻瓜式领养渠道 这些渠道一定能让你领养到属于自己的宠物 如果你是急性子 建议选择流浪动物救助站 现在国内基本每个城市都有流浪动物救助站 这些救助站大部分只进不出 压力很大 他们巴不得你赶紧来领养一只 大家只需要在地图上搜一下 流浪狗 流浪猫 流浪动物救助站这些关键词 你所在地区的救助站的地址乃至电话都会出来 打电话过去问 或者按照地址直接去就行 当天就能带着你选的猫狗回家 如果你不急 可以用以下两个办法守株待兔 第一 在地图上搜宠物医院 然后选择离你比较近的加个微信 每天注意一下他们的朋友圈 隔三差五一定有对外领养的 除此之外 大家还可以注意一下当地的QQ宠物群 比如你在西安 你想领养猫 你就搜西安猫 进去以后潜伏起来 没事多聊聊天 让大家熟悉你 看到有人对外领养猫咪 你去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最后 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都不适合你 买点猫粮狗粮 下楼喂喂流浪猫狗吧 看到顺眼的就直接抓回家 绑架代替购买也行吧 我是猛冲指南 祝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猫猫和小狗狗